马太福音查经记录《尼托生》第十四章 一节,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 此段乃系掌权者希律弃主,分封的王,一皇下之王,听见耶稣的名声,或许是因十二门徒传道之故 二节,就对陈仆说,这是失禁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 希律认主仅为约翰,不认主是基督 三至四节,当在十二门徒传道之前,希律取第七,范尖尹,约翰直言 可见,我们对于最不可马虎 这里是圣经中唯一做生日之处,做生日不十分好一处事情,因人的欢乐,最最容易进入 希罗底显然为淫妇,为他之故,约翰被禁,因约翰说,娶他是不合理的 剑可六十八 五节,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 希律早先就欲杀约翰,为惧怕百姓,即至与约翰接触,便知约翰是义人 圣人,可六二时,因约翰讲道能摸着希律的良心 王静为他,想保护他 二是,良心虽有,惜不敌撒旦之势力 撒旦此时隐于幕后,与神的儿女为敌 六节,到了希律的生日 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 不该使子女抛头露面在公共之处,尽为父母者应注意 七节,希律就起事,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 人喜乐最盛之时,罪亦失却自主力,希律之起事一利也 八节,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尸进约翰的头 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 天真女儿受母指使,要求约翰之手放在盘中 受此教育,此女一生不可收拾 将来定为凶悍之父,父母当向儿女负责 如电影,跳舞,书籍等 九节,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袭的人,就吩咐给他 王天良发现,碍于面子,宁犯罪,不肯丢脸 十二节,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 此节为基督徒处事原则之一,约翰门徒不声不响,不宣传埋葬尸首,只是去告诉耶稣 诗者乃不合理待遇之凭据,受冤枉之铁证也 人妻,你不想,凭据隐藏,告诉耶稣 我人则不然,欲是罪喜暴露人,窥待之证据 十三至二十一节,为第二最大段中之第二小段 其大意为,主自己一要死,便并预表主为我们死 约翰六章一至十四节,与此断同 二十六节下面,则解辩柄之意,费请查点 十一表主自己的死 约六三十五,四十八,五十一,五十三至五十八 十四至十六节,怜悯是主的本性 无论人怎样弃绝他,他始终对人怜悯 门徒请他叫众人散开,即令众人离主,不该 我们一场有此等之口吻 不负责,不是信徒应有之态度 信徒当找机会负责,效法主耶稣在此处之负责 不要在皮边下才肯作专 主在这里不只讲道,还供应人 主在这里做富的穷人你们给他们吃吧 信徒不可寒酸,不可做穷富翁 十七至十八节,何故主要门徒给他们吃? 因为门徒有 不论多少,先给先知吃 王上十七十三至十四 或有捐钱是亦然 拿过来给我凡顶少地放在主手里 就会变顶多 十九节,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 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 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 门徒又递给众人 没有饼在主手里是不祝福的 为祝福后需拨开 人愿祝福,不愿拨开 一粒麦子落在地中,惜不肯死 若是死了,可见有不死之可能 没有在主手里的饼是不拨开的 不拨开,五千人不能得保 何时何地你抵挡主的拨 主只得把你放下 主每次悦纳你的奉献 他随即开始拨 不料多数人是喊痛心 拨后需递给众人 递给众人须有能力 如果信徒顺服 被拨后自然有能力 有时我们奉献之后 每遇非常之事 例如丧子,失财等 此急拨,平时不拨 奉献后才拨 二十节 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微拨了之后 众人都吃,并且吃饱 主不给人则已 亦给忠实满足 活水成泉源与江河 亦以立业 约七三十八 剩下的十二篮 就是事实 献主后 给主用 总是增加 我们时常如此 工作后绝缺乏 需要灵修 大错 因我们是电车生活 不是汽车生活 主恶 唯给活水后自己一宝 约四六 十三至十五 三十二 故当信徒饥渴而喂养他人 不可有属灵的私心 十二篮 十二指永远的完全 即主死之功效 永远完全 十五章中之七篮 指神的以色列 在千年国中 丰满的完全 二十一节 吃的人 除了妇女孩子 约有五千 何故妇女不戒 因妇女与男人成为一体 建创二二十四 即有处女意义隐藏 孩子 因为成丁 故不戒 二十二至三十三节 此为第二最大段中 第三小段 其他亦包括 复活 升天 上山 代祷 祷告 门徒流逝 大灾难 四更天 最黑暗之时期 再临 到门徒那里 等 这里的传旨教会 传在海中 即教会 处在世界 又上山去祷告 即复活 升天到神前 为众生带导 二十四节 那时传在海中 阴风不顺 被浪摇汗 逆风浪 即教会 在世所受之逼迫 主曾催门徒上传 急欲我们在上寿试炼 以图长进 那时是晚上 主离世后 世界即黑暗 因主是真光 约一九九五 世界须待他再临时 陈兴 一日才出现 起二二十六 马斯二 古教会 在主前 看来为灯台 其二十 信徒 为世上的光 太五十四 二十五节 夜里四更天 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门徒那里去 四更天 指大灾难 最黑暗的时期 最黑暗之后 才有黎明 早晨将到 黑夜一来 塞二一一 有同样意思 在大灾难中 主到门徒那边 二十六至二十七节 在此之前人 显主不神秘 不幸之 太十三五十四至五十七 然后主神秘 人必因主太神秘而拒之 如门徒染 连忙二字表主的爱流露 主立刻安慰 二十八至三十一节 此段为彼得屡海事 有数原则可见 一 主的呼召需自己请的 请叫我到你那里去 信徒当请主来请你 二 信徒当孝彼得之特别 与最先跟随 彼得个人到主前 比其他门徒为早 三 请叫我 二十八 还是彼得顺服 四 彼得在船中 虽风浪 悠闲不稳 不思图更尽之作为 五 你来吧 这是主化的应许 若无主许 等于无意识的冒险 人为彼得号出风头 为此处主不择之 反说 你来吧 是应许之 一级嘉奖之 六 人以为船中稳固 无需走海从主 须知信徒生活 全是信心 在团体中信心意 单独的信心难 实则 信心是个人的 彼得之走海 个人信心也 为主所加 七 冒险是错 为信徒当有话的冒险 即信心的冒险 才能生精力 老练 八 彼得既走了海 若飞及沉下 必走过 不该再看风 有主的话 更是不该看风浪 一看就望主的话 如风静浪平 无主的话 一绝不能走 走海既不靠风浪 则不该看之 走海必须单独看主 则自不会看风浪 九 主盼望有人从船中 教会弟兄姊妹中 更有信心走海 十 要不遇见风浪 则需抓住主的话 神的道 就是圣灵的宝剑 乃唯一积极抵抗的军械 十一 有时信徒即使信心不够 可是主的爱真大 仍是以恩典扶持 十二 将要沉之前 主赶紧伸手拉住他 十三 小信的人啊 为什么疑惑呢 疑惑是由小信而来 先由小信 然后友谊 三十二节 他们上了船 封就住了 他们 彼得与基督 这是彼得最得意 最快乐的经历 三十三节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 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在船上的人不得不拜主 三十四至三十六节 为第二大段中之第四小段 其大意为遇事千年国主再回犹太帝 三十四节 他们过了海 来到格尼撒勒地方 格尼撒勒 一级王的保护地 即国度 金耶稣已在千年国中 三十五节 那里的人 一认出是耶稣 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 把所有的病人 带到他那里 因主是主基督 隐藏不住他的爱心 怜悯 圣洁 公义等 信徒能否叫人认出 是基督徒 所有的病人 莫主一下都好了 这是何其宝贵 难道我们所有的祷告 都得答应吗 恐怕没有 甚至保罗亦没有 保罗不能医治提摩太的胃病 提前五二十三 医病是千年国中之事 三十六节 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 摸着的人就都好了 不需摸手 摸衣裳穗子足矣 我们祷告亦须摸主 吸人多几他 少有人摸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